这是最简单的离心器 你需要一根塑料吸管 一根木棍和胶布 先用木棍刺穿吸管的中心 在中心点两侧两厘米处做好标记 然后用剪刀剪开一半 先是左边,然后右边 将剪开的吸管朝木棍折叠 做成一个三角形 用胶带将吸管捏牢 固定住三角形的形状 这样离心器就做好了 把它放入一杯水中 转动木棍 水花似箭而出 就像喷泉一样 你也可以双手一起转动它 在关系的顶类 各个赞订阅 磅